主席部长 本位同仁 大家好 请部长 部长请 赵伟长 部长早 记得前一次我咨询你的时候 你在这边有感而发 结果泪流满面 记得吗 不好意思 你是性情中人 但今天跟你咨询的时候 我有两个感触 第一个感触就是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个感触是 从绚烂中归于平静 这个所谓心心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是 在去年的此时此刻 就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结果爆发了台湾政治史上 非常大规模的学运 您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就是服貌里面的印刷业的事情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到底是经济不管 还是文化不管 这么一个心心之火 如果当时能够沟通得非常清楚 非常的好 我不认为事情的演变会到现在那样的 一发不可收拾 到最后用这样的方式结尾 所以我提醒部长 所以事情的沟通很重要 事情的沟通非常非常重要 对 这一点是我对部长您的期许 尤其您是一个老的文化工作者 我想老是因为你的资历够老 还不见得代表你的年纪 年纪也够老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心态是够年轻的 我所为文化工作者 你是为文化人工作的人 我想这一点你的期许 跟我自我期许是一样的人 虽然我们不是文化人 但是我们是为文化工作的人 尤其你在文化行政上面的专长 我觉得是可以让这几年动荡的文化部 可以平行下来 所以我刚才要你介绍您的团队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更动 希望稳定下来 刚刚我好像委员讲说 您明年一月就要到任 不是 最起码你会做到明年五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您可以证明 您会是一个好的文化部长 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的 我的感触 就从炫量归于瓶颈 你看媒体全撤了 为什么撤了 因为你不是荣应台 对 我讲的是事实 但是火花不在 不表示事情不能做 我一直认为 您的做事可以击杀成打 可以滴水 可以穿石 在点点滴滴当中 可以证明文化的力量 我觉得过去委员在问部长的时候 大部分是希望激起火花 让媒体有可以报道的空间 但忽略了文化部真正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也是龙部长他最大的遗憾 那现在你没有火花 你就放手做事 媒体不报道你 不表示你没做事 我特别要给您称许的原因是 最起码你现在很愿意请走 很多委员的邀约 你愿意亲自到现场去看 包括刚刚口文集委员 或其他委员的一些邀约 您去看了以后你就有感而发 会觉得台湾 不是靠文化部文化局这些文化行政的人 称起台湾的文化 台湾有很多在每一个角落 为艺术奋斗 它需要只是一个尊重一个肯定 对 我们需要对这些文化工作者 我从心里头是感佩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支援 我们需要帮他们解决 所以我才说 我们要扮演一个经纪人的角色 解决他们行政跟法律上面的 种种困难 让他们可以专心去做我的文化工作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击杀成塔的原因是说 部长你没有那么绚烂 但是你走过的脚 一定会留下痕迹 我就细数这段时间 我不喜欢称重人 但是做对事情的人 我愿意给他肯定跟鼓励 比如说在上个礼拜 公事也归文化部 协调的一个重要单位 为了一个世界杯 台湾跟文莱的比赛 公事可以在两天之内 决定实况转播 当天现场在高雄 有一万多的球迷 台湾是世界足球的沙漠中的沙漠 连点绿叶都没有 可是因为您的转播 而且在两天之内 立即转弯 说该转播 我觉得公事有改变 同样的 我上个礼拜去参加 曹瑞妍导演的 他改拍白鲜勇的一把青的开镜 他得到我们文化部 旗舰的六千万的资金补助 但是对于未来 他能够在哪里播出 他所拍的戏 有困难 但听说现在公事 也可能会跟他做密切的合作 这点非常谢谢公事 现在以积极的态度 来处理 他所面临应该做的事情 包括公事 包括华视 最近一些戏剧 如果您认真去看的话 包括一些学生剧展 都可以看出台湾点点滴滴的火花 虽然不绚烂 但是我觉得您就把这些 把它平台搭起来 虽然成就里面看不到 洪部长你的名字 但是大家会感谢你 包括台北机场 今天那么多委员质询 我今天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 我为您喝彩 为您高兴 你敢做这个决定 你敢得罪行政院其他的部会 不容易 我想最重要就是您刚刚讲的 我们要搭起一个平台 这个是我一直心里头所放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个 单打独斗的时代 也不能再用行政的割裂 那么来本位主义 来看各种文化工作 大家必须要合作 但是因为文化的工作 在各个部会里都有 因此我们在态度上 那么就应该用一种 比较谦虚谦和的一个态度 来实事求是地来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就不要闹情绪 是 所以我相信部长 您的踏实一定会给文化部 带来一个新的作风 但您要需的帮手 所以我接下来就请 文化部的次长邱于云 邱次长 邱次长 邱次长请上台 他今天是第一次到立法院 当然了 万一有点紧张 请各位委员原谅 你怎么会像爸爸一样在对待他 邱次长请先向主席行礼 不主席在这边了 不是我 市长会紧张吗 会紧张 会紧张 我看过这个报告 大概里面只有第二页 全球产业发展趋势 是你的意见 可是您代表了给文化部 带来一个新的潜力 就是全球产业发展趋势 思维模式的改变 从一世代转变为N世代转变 或转变为第一世代 还有包括生产模式的改变 这应该是你提供的意见吧 我才到任两个礼拜 应该是原来的 部长跟大家的意见 但部长画这一块 大概我看了一下 全场能够做这件事情的 大概只有你 我想部长需要的也是你这一块的力量 刚刚部长有介绍你的专长 你可不可以谈谈你来文化部 两个礼拜之后 除了紧张害怕 还常常会踢到铁板 但是不知天靠地后 也许帮文化部 也许开创一个新局 所以你可不可以谈谈 你要给文化部带来什么样的心血 跟新的活力 谢谢委员 其实我还是抱着一个非常 非常谦卑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 我在台湾总共教书教了四年 那大部分也都是参与在学生的 文化创业产业的部分 我认为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困难 其实是需要透过中央的了解 去做一个某种种的桥梁 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成 一个是桥梁的部分 因为我在学校还是有继续的 做我的义务的教育的部分 那我认为其实让学校的学生知道 其实政府也有困难 政府有推动很多事情 也有它的一些顾虑 我想这样子的沟通 对于年轻的孩子 对于政府来讲是正面的 所以我透过上课的过程来解释 也许我们的推动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兼顾的时候 也许他们有更多的参与的心情 去面对我们整个国家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他们的问题 你以前可能是一个批评者 是一个老师 但现在你是一个握有决策权力的人 你觉得你想帮年轻人踏出了第一步 你会比较具体的想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先教育他们世界 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做到赤长 他应该觉得世界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许 就如同我以前在学界 或是在学界 我也许也是一厢情愿的觉得 有很多事情可以很容易的沟通的 但是也许每一个人在他的执掌上面 他有他必须捍卫的事情 那也许我透过这个担任赤长这个工作 我能够更能够体谅 在文化工作上面的政策的实施上面的一些限制 那甚至在台湾在转变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转换的过程 是需要非常多的沟通 那比如说传统产业 他看到文创产业的兴起 他们会觉得他们被遗忘了 那也许我们的过程应该是 要让传统产业知道说 文化创业产业的价值 绝对只有帮传统产业 更进一步的理由 而不是把他们压下去这样子 答案会不会很紧张 不会 不会 是因为我们今天都很客气 听说了 但是我觉得呵护您是应该的 但是您的开创性 包括空军总部部长都交给您 去好的挥洒 希望您不要辜负大家对您的期待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委员 谢谢次长 谢谢部长 请挥洞 报告委员会 我们先